泰圖迷你街機 EG2 mini 普評發謎中 不過這股熱潮似乎還未完結 為什麼呢? 因為又有一輪新的街機合輯將會在今年之內面世啦! 都會這一句,看完這個預覽影片之後 覺得這個合輯內容夠精彩的話 到時再留言、讚好、分享、訂閱和按鈴鐺 至於這個合輯就叫做S Tribute 又叫做Saturn Tribute 第一彈就是Layer Session和Galactic Attack 它們都是街機射機名作Ray Force的家用版 至於S Tribute這個品牌 就是自在將街機名作的Saturn家用版 延續到這個世代 Rewind S Tribute的其中一個主要功能 就是讓你在棘手的位置重新來過 如此遇到棘手的敵人的時候 就沒有有怕 Slow Mode 慢動作模式 又有S Tribute的主要功能 若然你遇到打幕的情況下 只要啟動Slow Mode 就能夠更加容易避開 Quick Save Quick Low 其中一個主要功能 俗稱SL大發 可以中途儲存或讀取 這樣想爆機也不難 除了網上排行榜之外 就有更多方便的設定等待你 好了 在正式推出之前 我們率先去體驗版 體驗一下第一關 兩個版本的分別 街機版和家用版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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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 有了 召售 好奇吧 啊 BGM 看完兩個版本的二重咒,感覺如何呢? 繼Title Eagle II Mini之後,Title將會與X Tribune 聯繫,將這股熱潮延續下去 第一彈,就是閃電戰機家動版Near Session 第二彈,就是方塊婆婆龍 II X和沒有收落在迷你街機第三代 第三彈,就是電梯大到延續篇,不知道有沒有收落第一代呢? 至於第四彈,就是黑金戰機 至於最後一作,就是埃及方塊,都是沒有收落在迷你機裏面的 或者你會問到,咦?Title當年不是在世家石湯推出過很多街機移植過來的名作嗎? 就好像Dalaius外傳吧 這隻也是 今年的遊戲都需要時間的,相信這五合一是屎水溫來的 是時候簡介一下Layer Session的便利機能和其他選項功能先吧 頭的三項,剛才也有介紹到的,迴帶、慢動作和SL大法 至於其他大部份的機能,就好像簡關,連射擴張設定,或者正式版才能體驗到 那我講了那麼久,說著你會不會買這隻遊戲的啊? 我答案很簡單的,如果一餅帶或者一隻碟,收錄了剛才我那五隻遊戲的話 我是會考慮一下的,簡單來說,暫時不會買咯! 起碼比2月推出的Title Milestone遊戲更加高質更加耐玩咯! 剛剛先 S Tribule 第一彈,Layer Session,4月28號正式推出 想報仇的話,現在有好機會,因為這隻遊戲本身很難玩的 最後,作為菜單也好,怎樣也好,我想和大家分享上一輪的S Tribule給大家 如果你想留言,分享,讚好,訂閱和按鐘仔的話,現在有好機會了 看完這個宣傳片之後,搞到我想買一份啊!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